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加入美国籍 如果是美国公民的配偶可以不用等五年 拿到绿卡三年就可以申请加入美籍 在入籍的时候申请表及面谈过程中 同样需要回答党员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我们前面讲到不要隐瞒 如果你要过后申请加入美国籍 那么还是要回答这方面的问题 首先你这个回答不要有冲突 过去说不是党员到入籍的时候 又说是 这个不是不能解决 但是肯定就比较麻烦 我们也听说最近因为美国的绿卡政策 比原来更加严格 有一些申请人在拿到绿卡以后 因为一些原因在申请入籍的时候 这个入籍申请被拒 这还不算另外美国政府还追究了此前的情况 比如说通过政治庇护拿到绿卡 后来发现故事没同或者故事有让人觉得不可信的地方 为了逃避迫害 拿到绿卡以后 他很快就又回到本国去访问 待了一段时间 证明了这个迫害不一定可信 那么还有一些人 原来本人没有出问题 但是后来原来为他办理申请的地方出了一些问题 这个也影响到了申请人 那我们当然希望对于绿卡的持有者 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那么怎样来避免呢 你可以从一开始就要想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提供合理的解释 这样就可以避免此后一直紧张担心焦虑 申请入籍的时候呢 按照美国的法律法规定 在申请入籍此前的十年以内 如果是党员的话 对于加入美国籍有限制 那么听起来很严格 看你怎么来看了也不一定 因为很多人呢 在申请绿卡的时候 可能党员身份已经过期五年了 或者更久了 因为他已经出国好几年了 或者在达到绿卡的时候呢 出国已经超过五年了 等到入籍的时候呢 可能离开中国已经超过十年了 一般来说呢 也就已经符合要求 那么即使在十年以内呢 也可以有其他的exemption 这个呢 是美国移民法INA的313条的地款 移民局呢 根据国会制定的法律 相应的呢 准备了工作手册 叫policy manual 里面呢 也详细的讲到 有哪些情况 就可以符合例外的条件 和绿卡申请是类似的 比如说 如果党员身份 不是自愿的 是为了工作的原因 或者呢 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只是名义上的 表面的 因为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原因 说我认可 支持 积极拥护 这样的意识形态 而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 基本有这两条 工作原因 不是自愿的 是否是自愿呢 我们有一些客户 有正反两方面的各种例子 具体的呢 也可以联系我们 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讨论 如果符合以上两条 为工作原因 非自愿 或者是难民宁府 任何一条 或者两条都符合 可以考虑呢 就和申请绿卡一样 提供一个statement 解释一下 前因后果 就可以 那么我们呢 也有这样的客户 在申请入籍 有这个答案问题 我们相应的呢 准备了statement 在提交以后呢 就得到了批准 有的客户 在提交以后 遇到了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因为过去的党员身份 那我们引用 移民局的相应的法律 根据事实 解释了客户的情况 然后客户的入籍申请 也顺利得到了批准 关于更多入籍 以及党员和绿卡 身份的这个问题 可以参见我们的其他视频 那我们就见到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